嗨,我是宝可梦 又到了我们就是读书心得比赛的单元 今天你都过得还好吗? 一起来学习看书的这个经验好不好 我们这一支 我们现在的这个单元 一样就是承袭我们之前的这个几个单元一样 就是跟大家持续的来分享说 宝可梦的新书的读书心得比赛 由哪些人来投稿 那我们一起来念诵他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文章 并且呢,我会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里面下注解 跟大家做一下更详细的解释 也希望你能够借由这支影片的 然后能够到就是学习更多的知识 好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创举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书的话 也许你把这一整系列的影片全部都看完 你可能就可以精通了 你就不用买书了 好不好? 但我觉得呢 你在观看别人的读书心得的同时 你也是一种学习 所以也欢迎你就是一起跟我一起学习 耐着性子把这个这一系列的影片看完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好不好? 因为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 你从别人的角度里面 绝对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 好,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呢 是 我看一下哦 之前是刘先生黄小姐 白小姐有了 所以今天要讲的是陈小姐的故事 陈小姐她的心得分享 陈差涵小姐 好,她说 这本书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好,就是MGM与利用跨题 转免手续费赚钱 这两个单元 好,看完之后解答了我很多的困惑 呃,其实说到MGM 很多的这个小财神 尤其是 呃,YouTube这边的姓朋友 哦,会不知道我在影片里面讲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会在下面留言说什么是MGM 那我就会把我之前介绍过MGM的这个影片呢 连接给她看 好,所以MGM呢 她的英文就是Member,Game Member 然后就是亲友推荐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藉由就是口耳相传的这种渲染模式 然后让这个产品就是让更多人去知道 那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觉得好的东西我才推荐 那你因为相信我而你去使用 那你也觉得好再传出去 所以这种一传实实传百的这种口碑行销 其实也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模式 只是说现在上 呃,因为商业挂帅的原因 所以其实很多银行 他们都会把这个东西内化到他们的金融产品里面去 所以它就有一个MGM的机制 好,那宝可梦也是全台湾第一个会利用这种MGM机制赚钱 甚至还在这个下半经济学里面跟大家分享说 一年可以赚到几百万 就是靠这个东西 好,所以呢 你们如果想要认真赚钱的话 其实也可以靠MGM赚钱 只要照着我的步骤去做 绝对是水到渠成 好不好 好,那我们今天来继续往下看 好,这边呢 呃,陈小姐她继续讲说 首先 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 转账跟提款 也可以赚钱 以为 呃,为了不要付这个跨行提款的手续费 都是刻意找到本行的ATM 只是为了节省这个跨提股元的手续费 那现在的我呢 不再寻寻觅觅找他们本行的ATM了 好,是找寻有台新ATM的 来解这个所谓的经典计划 他现在叫做台新点 以前叫经典计划 现在叫台新点 好,那以前慢慢看到是否加入这个经典计划都按否 但现在的话看到前一个提款的人按否 都会在后面偷笑他笨 哈哈哈 其实这真的是可以赚钱的啦 好,只要你常常的使用这个 比如说台新点的活动 或者是我现在比较常用的是日盛web ATM的活动 好,那你就可以拿到更多 也就是提外话小小提一下 因为本团的这个旧团成效很好 所以日盛银行他有特别针对本团的web ATM活动 提供了5000元的MOMO红利金 那这个活动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行到现在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参加我们的活动 你如果用日盛web ATM关键字 然后再加上宝可梦三个字 你就可以在这个Google上面找到我的文章 那你就赶快来加入我这一团 你就有机会在年底的时候 来评分这个5000元 基本上是100块分50个人 那目前来报名的人还没有超过50个 所以你赶快来填宝可梦的推荐码 加入本团 然后努力转账 你就有机会把这个5000块 分一杯羹带回家 这是题外话 但是你可以把握 再来 第三段他说 宝达在这个单元里面整理了目前市面上 各家银行的这个免费的跨题转次数 我决定慢慢的开户 扎实的解任务 把回馈拿好拿满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很多人或者很多媒体记者都问我说 宝可梦你到底有多少户头 我就算一下说 我有50个户头 他就觉得很夸张 就是你一个人就是 也不过好手好脚也没几个屁股 你一直办那么多户头 你是可以存好存满吗 当然不是啊 因为有一些户头就是可以有提供这个跨航 提款转这样的次数 那如果你都把它用好用满的话呢 在这个正常合理的范围里面 你的确是可以赚到一些额外的点数 那这些点数其实都可以换刷卡金 或者是换领券 那么你只要就是专心一致的做这件事情 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去国外面 或者是加入的时候 靠你的一些额外的时间 然后去赚外快的话 那你在家里面好好的转账 不也是一个赚钱的小方式吗 在我们就是没有伤害社会的善良风俗的情况之下 我们去做这件事情都是合法的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有时间 有想要赚一点钱的话 赚一点小零花钱的话 这个是绝对可以把握的 这是今天的重点 再来1234第四个段落 他说MGM这个词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难怪我同事常常推荐我信用卡 原来就是因为有MGM这种活动 在这篇保大不但列出了各种银行的MGM卡别 推荐金额更对后台系统亲民度做了评分 如果我是银行的信用卡部门主管 一定高兴骗请保大来当顾问 这是我未来可能可以发展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做起民生来的话 的确是有不少银行会来跟我请议说 这个到底怎么样 那其实目前已经有不少银行 已经有在透过各种模式方式来询问我 不管是代理商还是他们的行销专员 就会直接来跟我讨论说他们目前好像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就会提供我的想法跟解答 因为对于银行来讲他们跟我们消费者还是有一层隔阂的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去了解消费者要的是什么 但我跟大家是站在同一阵线的 因为我就是你们 我每天都在接触这些东西 所以我也非常清楚大家的想法 当他们有询问我的时候 我就会很直接的把大家的想法 跟大家想要的东西跟他们讲 所以这就是宝可梦发挥影响力的一个 应该讲的 生活上真实的写照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平常如果你是一个nobody 谁会问你问 征询你的意见 但事实上就是有银行会来问我 就是关于我对任何事情的想法 包括信用媒体记者也是一样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还蛮忙的 好来继续往下看 这个 最后一个段落 应该算是结论的 他说之后我也要推荐不错的信用卡 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并且把mgm的推荐金全数退给他们 将保大互利共享的概念发扬光大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了不起 因为这样子等于是你在做白工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把持一下 应该是说 你毕竟还是要有一点点的收入或是回馈 你才愿意持续做这件事情 如果都叫你完全做白工的话 那这件事情你可能做久了你就会懒了 好那我就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这一个改变的种子已经种在你的心田里面 的确是有可能发扬光大的 但是我希望不要为了完全的互利共享 而把这个好康都推给别人 我觉得你如果是单起了这个所谓的信用卡业务推广的这个责任 那你就该赚了就应该要赚 你顶多就是你可以回馈一杯咖啡 或者是请他们就是吃一顿午餐 那午餐可能就是四五十块的这个小期的商品之类 我觉得是很OK的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全部都给他们 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也算是打花的行情吧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还好 但是你做开心就好了 重点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写说 即使我以一小之力无法改变整个金融业的生态 但至少可以让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而获得平时得不到的推荐回馈金来造福大家 我觉得这个陈叉涵小姐她真的讲的就是非常的棒 而且我甚至觉得她的理想都比我更崇高了 因为她真的是为了其他人的这个福祉而在着想 但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我可能我下面有员工要养 我现在卡巴巴有另外两位KOL 他们也是靠着我们的推荐奖金在生活的好不好 因为我们的奖金其实是三分天下除以三 所以我这边越努力 他们我们三个平均可以拿到就越多 所以我是用这种方式在帮助另外两个比较小的 然后把我们整团的这个业绩带起来 影响力越大 那将来能够谈到更大的case再分给他们这样子 所以我的做法其实也算是 不太算是就是对大家全部都好 但是我希望能够先顾好自己人 让卡板帮壮大以来 壮大以后之后呢 再来就是这个整个照顾我们所有的粉丝 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也是我目前的努力往这个方向走的部分 好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今天是第三篇这个分享的这个心得 我觉得这个陈小姐其实写的也很好 现在如果我要定夺前三名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我现在就开始有点烦恼了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藉由这几篇文章 或者是这几支影片的分享 能够去理解到宝可梦的书里面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应该说是含金量很高的知识在里面 你就算不想买书回来看 也请你经过书局的时候特别找来翻一下 对你来说绝对是有帮助的 那如果你想支持的话 当然也很欢迎你就是赶快来买书 因为这真的对你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所谓书里面的知识就是都已经整理好的啦 你看我的博物格文章或者是看我的影片都是很分散的 但是你看书本的话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翻 这些知识都是经过整理的 是很棒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要看我的部落格 你就是一盘散沙全部都在那里 那你就找不到一个脉络去抓 我觉得这个是书本跟我们一般部落格文字很大的差异 也请你们就是去思考一下好不好 到底自己需要的是哪一种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很不错的话 也欢迎你就是赶快帮我公开的按赞留言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好不好 订阅频道最新的消息才会送到你家 小铃铛开起来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